講到要解方程組了 我們一般用的技術就是 將手頭上有的方程 抹擦一下 加加減減 看看會不會令到我們有一些新的線索 就像這一條一樣 我們見到手頭上方程 一條是Y的平方 一條是X的平方 令到我們連上 不如我們把兩條色相減 我們一起看看 把手頭上有的兩條色相減之後 我們就會有Y的平方 減X的平方 就等於 X的三次方 減Y的三次方 減3X的平方 加3Y的平方 加2X 減2Y 那你見到這裡的Term 每個Term都有YX 又或者XY的組合 那下一步呢 就可以將它 移項 兼且音色分解 那就可以變成 X減Y 乘以 X的平方 加XY 加Y的平方 減2X 減2X 減2Y 加2X 減2Y 減1X 減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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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2X 減2Y x 的平方 加 y 减 2 的 x 我把 x 全部抽出来看 然后加 y 的平方 减 2 y 减 2 这块就等于 0 我们看看右边的整个大括弧里面的这块 会不会等于 0 里面很明显是一条关于 x 的二次方程 有二次方程的那样 我们要看它会不会等于 0 不如先看看它的 determinants 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这一块的 determinants 这次是等于 b 平方 减 4 ac 然后我们这块就会等于 - 3 y 平方 加 4 y 减 4 逆值是等于 我们又玩配方 y 减 2 over 3 整个东西的二次方 加 8 over 9 那 发现这一块东西 由于有负数的关系 那这一块东西最小是 0 那这块东西怎样都是正数 那负数乘以一个正数 它无论如何 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是会少于 0 所以这一块东西是不可能会等于 0 那就是右手边这一块东西 就无限了 拜拜 那我们唯一 可以等于 0 就是 x 减 y 那我们如果有 x 减 y 等于 0 那也就是 讲白一点一句就是 x 等于 y 那我们有 x 等于 y 然后就可以将它 反转头 返回我们有的色度 那例如这里的第一条色 x 等于 y 那然后呢 我们将它调来调去 我们就发现有一条 关于 x 又或者关于 y 的三次方程的数 解了出来 我们就会有 x 或者 y 那我今次就当是 x x 的三个解 由于是三次方程 三个解 那第一个解就是 当然 x 减 y 等于 0 那第一个解 你看到全部都有 x 在那里 那也就是 x 然后第一个解是等于 0 那你抽完 x 之后 就变成一个二次方程 那二次方程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万能公式 解到 x 的第二 和第三个解 分别是 e 正 负 跟 2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今次我们有 关于 x 和 y 的三组解 分别写一次 第一组 就是 x 等于1 x 等于 0 y 等于 0 z 等于 0 第二组就是 x 2 等于 e kicking y 2 等于 2 加 第3组就是 x 的第三个根 2 减 第2 y 的第三个根就是 2 减 第2 就是这样